作者 程九 后期 鬼步语 第405集 最终纪云开还是没有解释 他不知道要怎么解释 同时也觉得刻意解释就像是在演示什么一样 到时候没那个意思 还要弄得像是有那个意思 平白惹一身麻烦 纪云开只带了一箱炸药来 现在炸药全部用完了 他也没有什么需要带回去的 直接跟着萧九安走就行了 两人一起策马离去 凤奇收到消息时 纪云开和萧九安已经走了 他也没法询问纪云开 为什么还戴着面具 打算什么时候摘下面具 他的小师妹摘下面具必是天资国色 曾经那些看不起他的人 那些鄙夷他的人必将会自取其辱 罢了 下次再问吧 凤奇知道 日后他想见云开会越来越难 因为他很快就不是他的师兄 再见也没有理由 最主要的是 萧九安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止云开见的 带着一丝说不出道不明的苦涩 凤奇转身步入矿道 查看矿道的进程 皇上的人已经来了 萧九安能拖住他们也是不易 最多三天 不管他们有没有把金矿挖空 都必须离开 不然皇上一定会发现什么 矿道内 一众小兵热火朝天的将一旦旦石头往外抬 没有一个人偷懒 甚至每一个人的动作都极快 几乎不曾停歇 可就是这样 效率仍旧不高 当然 这并不是挖矿小兵的错 矿道狭窄 最多只能容纳三人同时干活 再多就施展不开了 事已 凤奇看了片刻便出去了 以免待在矿道里影响大家做事 萧九安与纪云开一路快马加鞭 寒冷的夜风迎面吹来 如同刀子一般 搁得纪云开脸颊生痛 为了少受些苦 纪云开只能往萧九安的怀里钻 可是再怎么躲 也没有办法把自己全埋进萧九安的怀里 耳朵仍旧被刮得生痛 发寒 萧九安先前没有注意 发现纪云开越靠越近 不断地往他怀里挤 这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萧九安也不说什么 直接放缓了马速 然后松开缰绳 双手抱起纪云开 调了一个方向 让纪云开由原先地背对着他 靠在他怀里 改成了面对面地坐在他对面 当然 纪云开仍旧是跨座 两腿插开 分别放在两侧 萧九安你 萧九安事先并没有说一句 纪云开被萧九安凌空举起 吓了一跳 差点尖叫了出来 纯女人 坐好 萧九安仍旧不解释 只是调整了一个位置 将纪云开的双腿架在自己的腰两侧 这么做 两人都不会吃力 纪云开也能窝在他怀里 不受寒风的侵袭 你 纪云开整个人都僵住了 我去 这是什么鬼姿势 怎么感觉那么羞耻 可不等纪云开发表意见 萧九安就握住缰绳 抽了胯下的战马一击 战马吃痛 立刻狂奔了起了 惯 惯 惯惯让纪云开往码头的方向倒去 萧九安眉头皱了一下 伸手将人抱紧 而为了不摔下去 纪云开也只能紧紧地抱住萧九安 两人几乎是紧紧地贴在一起了 面对面 纪云开整个身子都窝在萧九安的怀里 头埋在萧九安的胸前 脸颊和耳朵再也不会被寒风刮得生痛 再加上背对着风而坐 也不怕冷风往胸前灌 只是 这个姿势对成年男女来说实在是考验 马拔腿狂奔 一颠一颠的 继云开坐在马背上 自然也是忽上忽下的 背对着萧九安而坐的时候还好 这会两人面对面地坐 原本没有什么想法的两人 在这左一下右一下的摩擦下 不可避免就产生了一些反应 纪云开还好 毕竟是女子 就算有什么也看不出来 萧九安就不同了 萧九安 纪云开真的快哭了 她就知道会是这样 这种姿势还在马背上 这尺度简直了 只是 受情欲的影响 纪云开的声音不复往日的冷静 同样是叫萧九安的名字 平日里是生疏客套 带着一丝冷硬 可这时候叫出来 却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诱人风情 萧九安的侯杰不由自主地滑动 悄悄地吞了口口水 实话 她并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她原先只是单纯地怕寒风刮伤了纪云开 这才帮纪云开调换了一个方向 哪里知道 一换就出了这样的问题 即使是听到了纪云开不满的娇和 萧九安也只当没有听到 反倒将纪云开抱得更紧 让两人紧紧贴在一起 萧九安 你够了 发现萧九安越抱越紧 纪云开真的要疯了 这男人他到底知不知道 他这是在做什么 他这是猥亵 猥亵懂不懂 还没到 够 怎么可能够 甚至远远不够 这一刻 萧九安希望这段路无限长 甚至打从心底觉得 就一直这么走下去 也很不错 你松开我 纪云开很想推开萧九安 可不知怎么的 他此刻浑身无力 试了几次都没有推开萧九安 反倒被萧九安火热的体温 吓得不敢动他 这男人 这是欲火焚身了吗 身上这么烫 摔下去不怪本王 许是受情欲的影响 萧九安的声音不像往日那般清冷 而是带着一丝嘶哑 尾音拖得长长的 语调往上 颇有几分顽固的味道 低沉的声音 缓慢的语调 在耳边荡漾 似调情 又似情人间最亲密的呢喃 季云开只觉得耳朵里酥酥麻麻 好似有一股电流从背脊往前流 来到小腹处 往外涌出 此刻 季云开已经无法思考了 他满脑子都是萧九安的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